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怀里揣着一瓶沃德嘎还是小二什么的 有那么活吗 我记得沃斯科有合法的赌场 然后我们去别人都去在那赌 他不赌他不赌他在拉着我在那跟我聊 然后我心里还说让我赌我去 那个时候你记得你聊什么吗 我不记得了 聊国家聊民族 他是这种 我主要是因为什么我这种人敢赌 我无缘 就逢赌必输 所以我那个事也不感兴趣 这就说明情场长肾 知道吧 酒场得意 但是他说这个 他不是换过一个骨头的关节吗 对 他说这个病可能跟他喝酒 过去喝酒有关系 多少有点关系 是吗 因为他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诱因 可能就是跟这酒有点关系 我这个不知道是不是 他有50%的原因不知道 甚至知道的那个原因 我们人生都有50%的事情是不知道的 所以你看就是性情中人 到后来你那个时候你也没想到 真的就在北京奥运上 他唱那个油和米 油和米 不喝不唱酒 而且你 我觉得他今年有两件事 一个是中国好声音 再有一个就是甄嬛传的音乐 包括主题曲 都是他做的 他唱的 成了今年两大火热 而且就是你唱甄嬛传的这个歌 你就不知道 你就注定了 你要来我们节目的 为什么 这个凤凰鱼飞 古语里的下一句叫什么 和鸣腔腔 这就是我们节目名字来历 所以今天终于腔腔了 咱们也得把这甄嬛传放一段 啊 听雾同其雨 瑟瑟 且随风了解 雾同其雨 瑟瑟 且随风了解 你知道他做这个音乐 是个多认真的这个人 他甚至要去横店 看看那个房子 拍戏的宫殿 这咱就真是外行了 他说我给你做这个音乐 是有空间感的 如果你事实上房子大 我的音乐小了 听着就不对 或者相反更不对 你说就能认真到这程度 你做曲 对 整个音乐是做下来的 因为这个很关键 你做尤其这种 电视剧还好了 电影的东西 因为它的主场景 你得看到它是一个多大 因为你做那个音乐 我们一个是乐队的规模 还有一个录音的声场 如果你跟他不贴切 你会音乐一出 马上就会人就会走神 所以这个是特别重要的 做事情 我这人为什么就是处女座 矫情就在这 你这个事要不是不做 我其实已经有很多很多年 不去做这个电视剧的音乐了 因为太累 好几十集 一百多条音乐做下来 完了 我就总不放心别人在这里边 所以后期我都得跟着 这些音乐 好几十集的音乐 我一条一条放进去 哪需要什么东西 这都是我自己去做的 照理说 这个后边 他们应该有个音乐编辑 76集的电视连续剧 他看了三遍 所以流行音乐 或者说这样做音乐 看上去非常风光 其实非常辛苦 是 你觉得现在参加好声音的这些学员 特别是现在一下子很出名 到处演出的这些学员 他们知不知道这将来的辛苦呢 我觉得他们会吧 因为现在的小孩 跟我们那时候不一样了 他们看到的东西已经 现在的这个环境就摆在这 他们对这些东西有一定的认知度 也有一定的接受度 不像我们那时候 因为我八几年开始做音乐的时候 媒体环境不是这样 真是那时候 基本上就是一个自生自灭的 一个那种状态 也没有公司去帮你炒作 也没有什么这个那个起宣 什么这个 你像我们八几年的时候 做音乐 连制作人这个词都是 那时候是没这个行当的 你唱评公司 那时候都是国有的 或者一些其他的唱评公司 唱评公司里边 相当于这个 这个制作人的这个位置呢 就是编辑 就是音乐编辑 他人家就负责 把你这个歌码到这 你这张唱片了多少首歌 至于这后边是怎么回事 什么宣传啊 什么 这没有人懂的 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 你觉得大家喜欢听你的歌 你这个东西 后来你就出来了 没出来 你没出来了 可是你说今天是好了吗 唱片其实 这个作为工业来讲 在中国我觉得已经是死了 就是其实没有这码事了 就是因为这个 就是可以下载啊 这些原因 盗版啊 主要是因为盗版 下载都不怕 下载的话 就是另一种唱片方式延伸 像美国人这个做的 它也是可以 让这个制作方能够收到钱的嘛 对 但是呢 这件事在中国也是 为什么iTunes现在也不来中国 它在美国那是一个美元 你可以听一首歌 大家认为很理所当然的 就花一块钱听一首歌 但是你拿来中国就 我可以不花钱就听 我为什么要花一块钱 他永远都是这样想问题 所以呢 这个事就 那就是说对歌手来说 出唱片已经不是他主要的经济来源了 不是 这是个赔钱也必须得做的事 只能是这样 现在 但是不是主要的利益的 没有利益 那利益主要靠什么 它靠你如果能够出了名以后 演出嘛 主要是靠这个 我明白了 参加中国好声音嘛 你出唱片还不如参加中国好声音 我明白了 他们出唱片就等于我们大学里教授写论文一样 是没人看的 但是你是必须要做的 好处是靠别的地方去拿的 我想问的问题就是说 在你开始做音乐的时候 80年代 至少有这么一个信念 就是说 我花多少努力 我做出多少事情 我将来得到多少的成功 可是现在的年轻人都会看到 这两者中间不大成比例的 有很多人可能花了很大很大的努力 可是他 有些人可能很短的时间 一下子非常出名 一炮而红 一夜成名 选秀某种意义上说 它就相当于这个作用 你可以一下子出名 然后你后面就可以做 您刚才讲 跟大学论文 大学论文就是说 你可以努力去做研究 出来这个东西 但是它需要投入的大部分 就是你自己的经历而已 唱片现在不同 唱片你虽然是说 现在它卖不出多少来 一张唱片 现在像我那个后期呢 能到个正版 能销出个万把张 已经很不错了 就是说 它说还要扔很多钱进去 因为虽然卖不动 但是制作成本还在狂涨 编曲啊 演奏啊 录音 所有的成本都在涨 所以你变成 就是要扔出很多钱去 然后还没有任何效益 就已经变成这样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所以你刚才回顾八十年代 我也给你看看八十年代的它 是什么款 可以看看啊 我觉得年轻人们应该看看 因为刘欢身上啊 也等于是中国的一部流行音乐史啊 是吧 你看这是他85年 1985年的通缉犯 然后1988年 哎呦 你看忧郁的青年啊 1988年 1997年 你看 1997年好像有点胖了 对 是吧 在亚运村的家中 1998年 哎 这已经像今天发展了 1998年 2001年 这是牛群给拍的 对 你瞧 自己这一路走过来 就是越来越胖 不是 能气场也越来越强啊 但是你说哈 他们都讲 你参加中国好声音 这么看 好像说中国不缺好声音 但是为什么呀 就像你这样的这个巨星啊 很难再产生 我觉得这个问题 又好像是那些科学家们说 中国怎么出不了这个大科学家了 对吧 或者说是 比如说我记得你还说过一个 就说是韩国随便出一组合 在大陆火翻天 对 可是中国自个的什么组合 怎么怎么弄都弄不起来呢 对 这个呢 有 有 这很复杂这个原因 其中一个呢 就是我们首先在这儿 我们自己的这个流行音乐的这个 基本土壤 现在已经被拆了 就是唱片 就我们前面讲的这个盗版 这个事儿 其实这事儿 我以前老在强调 我咱们好像国内一说起来 知识产权老感觉像是外国人找咱麻烦 其实不是这样 这件事对咱们自己非常关键 因为好莱坞也好啊 还是美国那多少大唱片公司 人家在你没有你这个中国市场之前 人家存在了好几十年了 他只不过是从你这该得的这个钱 他没得着 他不高兴而已 可是对我们自己来说 这个市场是我们唯一的土壤 我们自己靠盗版把他给弄死了 就是我们先死了 人家好莱坞照样待着 是我们自己没了 所以现在呢 就变成我们有很多有能力的歌手 他很难出来 就是你缺了唱片前面这一环节 就变得很麻烦 他很难出来 然后久而久之呢 就又变成一种 这可能是徐老师有这个研究方向 他有一种文化先进了以后呢 他强势文化的一种影响 就是这种 就我原来跟你讲到的 就是同样的一个组合 其实你拿来静心 如果我们背着脸听的话 都水平一样的 对不对 但是呢 那边他就好 人家可以 就是大家心向往 尤其现在小孩 就是组合 就韩国的这个是对量 我们这台真的出来 他听都懒得去听一下 这就有时候变成一种 强势文化的影响 所以呢 就变成这个赶时髦了 对 什么东西 时髦 现在时髦 好声音是时髦啊 就我到看到最后 我总觉得这个事情 就是过程非常精彩 可是最后结果呢 就有点点不大满意 作为观众来讲 就是最后选出来的几个 都不如导师 就是一个都没有能够 站得上这样的一个 对 这个是 这是什么道理呢 是因为他们还年轻呢 还是 我是不是也有一个错觉 就是我反倒觉得 总决赛的时候 好像谁都没发挥好事呢 还是因为 就是好像 过程中间 觉得非常有希望 感觉都不如前面的时候 是不是 我觉得是因为场子大了 他们不太适应 甚至是音响的问题 那个是直播 是不是 这个关系 他最后一场是直播 再有一个 这也是一个 我跟节目组 也讨论过这个问题 就是你别把这个 弄到体育场去 他这个节目 整个这个气场啊 不适合在那么大的地方 它是一个很紧凑的 要导师 我们坐那一号 跟观众 跟歌手 那个面对面 前面那个小场地 录像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跟歌手之间的距离 大概也就不到十米那样的 很接近 而且在那么一个小场地里边呢 它很紧凑 歌手自己发挥的也好 你忽然给弄得那么大 就看那下面的观众 跟小蚂蚁一样 对 整个人就变了 找不着范儿了 就是 这个是确实有 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有些小场合的这种东西 你忽然把它整个落了 你现在试想 如果前面那个盲选 全部在万人体育场里面搞 就不是一个小光 是是是 它是不一样的 而且这种啊 我觉得你像他说 他这个处女座的这种人呢 还去当这个中国好声音评委 这不得把自己折磨成什么样 因为你不能容忍不完美 甚至不能接受自己这个有误差 选错了 尤其你面对的是活生生的 这个青春可爱的孩子们 对啊 你说这个东西对心理是个折磨吗 没错 就是这种 你会觉得对不起谁吗 或者下来之后 倒不是对不起 这个也倒不是那种对不起 就是他凭什么两个人唱得好好的就得有一个离开 这个赛制弄成这样 然后关键还有一个呢 就是后边这种媒体上来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 我是特别不习惯就是这一套 我最后在我的心里 这节目就是我们通过努力把好声音选出来 但是你看后来这些 我们这这个歌手一会儿今天爆出来一个这 明天爆出来一个那个就乱七八糟的 最后就变成有很多非音乐的因素在影响这个过程 这个是我特别不喜欢的 但这也是在所难免的 因为他这个节目的整个制作背后 你看他起的名字叫中国好声音 他比同样那个生动亚洲啊 他都本来东方卫是错过 后来他山寨的那个就成功很多 中国这两个字不是一个虚名啊 他特别强调各种各样少数民族 你看他强调台湾来的人 他强调各种社会身份 货车司机啊什么什么小店主啊 草根各个种族 他的确给大家一个想象的共同体 从理论上来讲一个民族国家这个想象 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这个中国好声音 中国这两个字不是虚单的 因此当他们看到这些代表出来赶 催人类下的人物 用了几万块的包啦 或者是以前有一段经历 我们不知道啊什么什么 这个大众的这个热情啊 跟他挑剔的精神是成正比的 所以现在这个事啊 还真的 你说一个人是靠着感人的故事 而成名的呢 还是靠着对音乐本身的这个这个水准 而脱颖而出的 现在的这个年代啊 这两件事好像经常混在一起了 但是从我 至少从我的个人的出发点上 我是希望 听音乐 对 好声音就是好声音 是吧 他以前有过这样那样 我说实话 现在这些事情我都不相信 你这媒体报出来的什么事 我因为他说的这些孩子们 有些事是这样这样那样 就包括他说我们的事 我们知道是没有的 说你们什么事啊 你包括那点刚那个 比赛后来的近 后来就是总决赛刚结束 就有人一个报道说 我们这四个人跑到三亚去 跟制作方去分钱 而且分的不均 还有麻烦 分钱还需要跑三亚吗 对吧 全是海胎上 输钱了 你不怕弄湿的吗 就是这些莫名其妙的事 还有一些的 说我跟学员之间的什么特殊关系 说我制作了什么这个那个 我对我今天我也可以再拿你这个机会 我是从来没有注册过任何公司 也没有注册过工作室 因为我做不了这些事 我就能管我自个儿 我管我自个儿 把我的自己的音乐做好了 所以后边就是这好多好多无中生有的新闻就这么出来 所以你想发生在我这有这么多东西是根本就不存在的 所以我也很难想象就是他们讲的一些学员 所以我对你啊有一个有一个理解 这一方面呢是我可以我可以跟你分享啊 就说就说这个媒体啊 其实我也有一个自存之道 我的图腾啊 现在是缩头乌龟 就是这个酒中乾坤大呀 壳里日月长 就不是说 是你你就你知道吗 假装没看见 哎鸵鸟也是有智慧的 有时候不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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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过去了 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但是呢 他的这种现象呢 也正像是他常年 这个字不能说自闭了 他就是老在家里待着 他哪都不去 采访也很少接触 这下 你想等于你像是有点陈焕生上城了 你知道吗 突然一下到了今天这样的媒体生态下 是因为出席中国好声音 你看他现在感到的就是种种这种不适应 对 是吧 所以你说那也对吗 就是刚才徐老师说惹不起躲得起 我就躲了就算了 就是我也弄不起这事 还是烟花的止血 烟花还是璀璨的 我们是大地的孩子 生息延绵 格力让天空更蓝 大地更日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但是因为这个艺术这个事啊 就是确实是有一个 你比如说我记得你批评今天的这个媒体生态 你还说到一个就是简单化 就是这个媒体啊 就跟那个罗马斗兽场似的 就是谁是第一 谁把谁取代了啊 谁谁谁是不是老了 过时了等等 经常不也是PK吗 对吧 但是实际上你看在中国好声音里 进行的也是这样一个简单化的选择 他行 你完了 这个东西是音乐之道 这个东西 因为他这个节目模式从荷兰来的 这个东西呢 适合他们那个基本生态 我总是这样觉得 因为西方人 他是一种以英雄主义为基础的思维方式 就是你好 你比他好 那很自然 这个无所谓 就是在他们那个那个整体社会认同 您的人拿走全部 对对对 他整体的社会 他认同这个 在我们这儿呢 咱们中国人这个社会就是怎么说 比较比较 不是说非你计我 非此计彼的 是是一种这样的 比较模糊的 这么样的一种状态 而且呢 在音乐上 我个人认为 实际上是这样 音乐里是没有一个什么绝对的强者的 因为艺术是不能把这个体育竞技的逻辑放进来的 说得好 他是不同的 他说你跟他比 你们两个不一样 他有的时候基本上没有可比性 对对 所以就是大家各自把各自的特点发挥出来 对 所以因为我就总觉得 咱们就是谈点 有点学术性的 我就总觉得 好比你拿我主持人举例子 我觉得存在不存在一个好声音 比方说 如果有一个主持人 他说他有点河南口音 那我说你不见得不能当好的主持人 如果你善加利用 这可能就是你的风格 甚至这就我们说唱歌 你说一个声音 听着算好算不好 如果他能够发现一种演绎的方式 恰好能发挥了他这种被人们认为不好的声音 是不是那也是一种好的音乐 对 实际上就是这样 所以我一直跟我的这个队里边的这些孩子们讲 你们不要在乎最后你们是第几名 你们在乎的是你们每一次站在这个台上的一个展示 你们把自己表现的好 这个对你们是最重要的 其实对音乐也是最重要的 就你刚才讲的这个就是 它是不同的 其实我们所谓这个导师 我们在这里边起的作用也就是这个 我们不是去教他们怎么唱歌 而是让他们发现自己的长处 把自己的最长的那个方向展示出来 甚至可以会发现一些个他们以前没认识到的自己某一方面的长处 所以这是我们我们要做的事 当他把那个选手啊变成了学员 把这个评判好像这个选择变成了一个教育的 我觉得意外的收获 意外收获在哪里 我看这个节目我觉得影响影响最好的就是说 他们全都讲好话 你知道这个其实从教育的角度来讲是非常难的 你那个人很出色 你欣赏他讲好话 你可以很诚恳 对 但问题是你要拒绝他们 他们常常有这样的情况 一个人上来了 四个人都不转 那其实就对这个人唱歌没有肯定 可是转过来他们还得说好话 我这个时候真佩服他们了 我急着我正在想我做个老师 我看到这样的学生 我们平常interview的时候考试的时候 我们通常是不通知他的 我们说谢谢你来 然后我们会通知你结果 我们就避掉了最尴尬的 就是拒绝 可是他们得当面 但是我佩服他们 我记得有一个一男一女两个年轻的 好像是配合的 他们最后他们否定掉 可是我记得是好像是你吧 就是讲这一个男的 就是你们现在要分开了 你有什么话对他来讲 然后他们讲的话 那个女的有点麻木 不太清楚 可是那个男的讲了一番非常深情的话 其实看得出这个男的是喜欢这个女的 但是他们最后要分开了 结果我记得好像是你吧 还挺感动的 我就觉得他们能够在这种情况下 就看到一个失败者 能讲出他比较正面的东西 我坚持一看法 我觉得好声音重要的不是结果 是这个过程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而且教育表演 而且还有这个意外的收获 发现中国的个性啊 比主持人强